我是金猫侠 一个开150万奔驰的富婆 她银行贷款1000万 她生活在生与死的边缘 一个开15万大众的人 她房贷100万 她的生活水深火热 一个骑1500块电动车的 她存款10万 生活安逸却又迷茫 三个人路上相遇 骑电动车的羡慕开大众的 开大众的羡慕开奔驰的 开奔驰的却羡慕骑电动车的 这就是现实的社会 每个人都成了金钱与命运的奴隶 猫喜欢吃鱼 可猫不会游泳 鱼喜欢吃秋眼 可鱼又不能上岸 上天给了你很多诱惑 却不让你轻易得到 我们最多也就是个有故事的人 所以人生就像蒲公英 看似自由 却身不由己 有些事不是不在意 而是在意了又能怎样 自己全力以赴就好 人生没有如果 只有后果和结果 人生晚吃苦 不如早吃苦 人生很累的 你现在不累 以后就会更累 人生是很苦的 你现在不苦 以后就会更苦 万物相生相克 无下则无上 无低则无高 无苦则无甜 为累过方得咸 为苦过方之甜 趁着年轻大胆的走出去 去迎接风霜雨雪的洗礼 练就一颗忍耐 豁达 睿智的心 幸福才会来 这世界上除了你自己 没谁可以真正帮到你 就算帮也是暂时的 鸡蛋从外打破是食物 从内打破是生命 人生也是 从外打破是压力 从内打破是成长 如果你等待别人 从外打破你 那么你注定成为 别人的食物 如果能让自己 从内打破 那么你会发现 自己的成长 相当于一种重生 有人看到一只蝴蝶 挣扎着 想从蝴里脱离出来 它出于好心的 帮蝴蝶剪开了蝴 但没想到蝴蝶出来以后 翅膀却张不开 最后死了 挣扎的过程 正是蝴蝶需要的成长过程 你让它当时舒服了 可是未来 它却没有力量 去面对生命中 更多的挑战 如果你希望能化身成蝶 那你就得忍受 在蝴里挣扎的痛苦过程 这样才能展翅高飞 这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是跌倒最多的人 最勇敢的人 是每次跌倒 都能站起来的人 最成功的人 是那些每次跌倒 不但能站起来 还能够坚持走下去的人 献给正在创业 正在努力工作 正在拼搏的人们 今天的失败 不代表永远的失败 坚强的面对 勇敢的走下去 喜欢的朋友 请点个赞 并将本视频分享到朋友